力最好的,目光会不自觉被他吸引,颜值也不错,从主题曲等一系列视频来看,他真的挺耀眼的,长期稳聚第一的宝座,距离出道不会太远,二,Justin黄明浩,看过点202,对他印象不错,弟弟的感觉,不过在一百里的发型我不太喜欢,希望节目中造型给力点,在刚播出的第四期,Justin发挥正常, 但是他和范澄澄的定位接近,感觉后期还是要继续努力 三,朱正廷,上期舞蹈第一,202中跳舞真的超级圈粉的,第四期,感觉郑正急于想突破自己的形象,虽然感觉他真的就适合走清新风,但是也挺好的,有自己的追求是好事,期待接下来的表现 四,前郑浩,唱功可以得到李荣浩的肯定,担任出道九人的Local担当应该压力不大 五,郑瑞斌,中系音乐剧2015集第一名的,妥妥的高颜值学霸,目前感觉他更适合动感一点的歌 六,郑瑞斌唱歌不错,应该会是主唱卦,自我介绍一首告白气球,还是很给人好感的 七,王子义,综合实力不错强,得过好多街舞比赛冠军,可以成为舞蹈担当 八,林彦俊,有人评价他好像总是少一点运气的小孩,年少去过JYP选择要先完成自己的责任,回来服了兵役 在台湾被吴良帝老板欺骗,选择站出来让大众了解真相,吸取教训 当记者问他,这样了以后怎么办的时候,傻笑的说,应该没有公司敢签他们了吧 在香蕉不受重视,毕业作品,rap全部给唱电音,希望他真的能在偶像练习声中多表现自己,让他的实力被所有人看到 九,范澄澄,不用解释了吧,颜值和实力军事报表,能得到张艺兴的反复肯定,从侧面反映出他的实力